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Cardano 这个币很多人让我一直讲 已经很久了 今天我们好好仔细聊一下Cardano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Cardano的holder的话 你拥有Cardano或者是即将想要投资Cardano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们废话不多说,Let's go Alright guys,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在下面一定帮我点个赞 下面赞点烂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有在视频里面说的所有内容 都是我个人的见解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首先我们Cardano之前我已经讲过一期 包括之前的以太坊和Polketa 还有Cardano三条最大的公链 当然以太坊现在还是龙头老大 还是第一大的Cardano和Polketa 现在慢慢的升起 是一颗新星 两个新星慢慢升起 最后它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这三条链 基本上现在是最大的公链了 Cardano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对它有很多的争议 其实喜欢Cardano的人非常喜欢它 讨厌Cardano的人就说 它什么都没有东西 只是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在做传销 其实它没有实质上的一些东西出来 对吧 其实它本身上的争议还是大的 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讨厌 这两个人比较多 我个人感觉其实它现在是在一个主流币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前十的币一定会有Cardano在里面的 对吧 在排行里面 作为我们一般散户投资者来讲的 需不需要买这个币呢 我个人觉得呢 我是持有Cardano的 在很早之前去年的时候买过Cardano 那现在呢其实给我的回报也不错 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在买币的时候呢 策略 因为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呢 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的是币 现在持有的持仓量 是比特币比较多 还是其他的山寨币比较多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的持仓量 都是山寨币大过于比特币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我不会这样去做一个投资 我的这个大部分的仓量呢 还是会放在比特币里面 包括以太坊 以太坊虽然说我定义为 它也是山寨币 它不是比特币 但是呢我也会 因为它现在是 还是攻略的龙头老大嘛 所以呢我还会多持一点 这个以太坊 但是呢 其他的一些山寨币呢 我会小量持有啊 所以呢我在每期做视频的时候呢 像我之前介绍的V 很多人喜欢这个VChain 对吧 所以呢他们就会重仓VChain 我觉得这是一个 风险性比较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啊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山寨币 即使它现在是Top 对吧 15左右的一个 一个币 当然呢我建议在这边呢 就是说 我个人的投资策略呢 还是以比特币为主啊 其他的币就是 少量投资一些小弯一样 那然后呢 如果这个币起飞的话呢 你不会这个错过 你不会miss up 对吧 OK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Cardano出的 这个新的新闻啊 这个新闻是 他说Cardano呢 现在可以 这个CryptoAsset 这个加密货币资产 可以用在 Shopify跟WooCommerce里面了啊 这个呢是一个 对它来说 非常非常大利好的一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啊 我之前是做电商 我是做Shopify的 如果你们在翻我 这个之前 去年的一些视频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关于Shopify 广告这些东西的 因为我就是做Shopify 电商起家的啊 那我对Shopify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了解 所以呢 我觉得Shopify呢 之后呢 我是非常看好的 这样一个前景 在电商这个领域里面 那我觉得 这个Cardano 现在能跟他 做一个这个结合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利好 Cardano的一个消息啊 他说了 现在的话呢 在Shopify呢 里面有一个叫 Now Payment的一个 Payment Gateway啊 就是一个收款方式 现在的话呢 可以收Cardano 当然这个是收 收款方式的 在WooCommerce 和Shopify里面都有 你看他现在说 We have released our Shopify Crypto Payment Plugin And you can now accept Payment in Cardano for your Shopify store 就是说 在我们做 Shopify的这些电商的 这些人 我们现在收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收取 Cardano 就算我们现在 没有Cardano的 这些的Wallet 没有他的这些钱包 我们也是可以 收取Cardano的 他会用这个 Now Payment 第三方收款工具 他会自动 帮我们去转换成 现在市价的一个 实时转换 这样一个Cardano的 这样一个代币啊 那其实在这边的 这个Now Payment呢 他现在已经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Coin了 差不多50多个 包括热门的 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 Binance Coin啊 就是这个BNB啊 Cardano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呢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在这个e-commerce 电商方面呢 现在开始 大家在收款方式的时候呢 都开始 慢慢的 可以接受 我们的加密货币了啊 而不是传统的一些 信用卡啊 一些对吧 PayPal这种 这种非常非常中心化的东西 而是去用一些这种 去中心化的这些一些代币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啊 这个消息出了以后呢 我觉得Cardano呢 应该之后会拉一波啊 会拉一波币价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Cardano币价啊 今天的Cardano币价的话 其实涨了8% 就是这个 这个前两天 这个消息出了啊 它其实涨得还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Cardano一贯的走势 那它其实过了这个 18年的熊市以后呢 今年啊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老项目 17年18年的老项目啊 它如果在今年的这个 澳湾海 已经过了去年的这个澳湾海 我觉得是 比较是可以价值投资的 一个东西啊 那如果像有些币 它今年到现在啊 还没有币价 没有超过17年的这个 最高点澳湾海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投资这个啊 比如说某某币 好不好 如果你们在17年18年 买了某些币 今年归零了 或者是这个 还没有超过之前澳湾海的币啊 这个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好吗 然后呢 也让大家 我们可以去讨论 我们看看这些币 到底适不适合值得投资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 Cardano呢 它其实是 针对的以太坊 而出来的一个供链啊 它想修复以太坊的一些问题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量化的问题 就是因为以太坊这个gas fee啊 太贵了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太坊的gas fee 它现在gas fee呢 是差不多53啊 在53左右 其实说实话 之前的话呢 以太坊每天200多gas fee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现象 就非常非常赌 最近的话呢 是因为Vision把这个 他们的这个区块 这个调高了啊 所以呢 我记得之前好像12万 现在是调整15万了 所以呢 它的gas fee下来了 但是它这个样一个举动呢 又让我觉得 以太坊 其实这么简单 就能把gas fee降下来的话 把区块调高的话 那我觉得 它这个是完全一个人可以 它想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的 这样一个东西 我现在又开始 在担心这个以太坊啊 之前我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呢 现在由于Vision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包括159 对吧 很多矿工也不愿意 但是它也持续在做 我个人感觉 它其实看上去 是一个去中性化的 这样一个代币 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团队在做 所以很多决定呢 都是一个团队的这个领导人来做的 所以它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去中性化 都是也是一个 有点像中性化的一样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呢 现在我对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点看法啊 但是呢 卡尔达诺呢 就是去解决它的这个问题啊 尤其是在DeFi方面啊 它每次的这个手续费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到底 因为它现在这个卡尔达诺整个的这个road map 现在还没有再出来啊 还没有再出来到最后一步 还是在之前的这几步 所以呢 到以后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到底是以太坊 还是一个龙头老老大哥 对吧 他把自己的问题全部修改完了以后 还是一个龙头老大哥 还是卡尔达诺 包括扑克达 还有最近非常火的 Solana 对吧 这些工联能上来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 对我们一个散户投资者的话呢 就是每个都买一点 对吧 每个都买一点 然后呢 看到时候 哪一个会起飞 那我们就到时候 根据各种 根据当时的情况 可能在 在逢低买入啊 再继续这个碰到 这个回调的时候 再进行加仓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卡尔达诺的这个road map 就是说 他现在呢 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了 这个Gogan的这个阶段了 下面的话呢 就还有两个阶段 对吧 其实我觉得呢 他每次的这个团队 还是真的是有在做事的啊 他每次呢 都是能提前 或者是按时完成 他这个road map 对吧 那其实他还是 在这个顺着他们的这个计划 一直在实施 一直在进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呢 还是真的是不错的 那我觉得呢 现在的话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机构进入了以后呢 开始慢慢的开始去投资以太坊了 这个投资以太坊了 我觉得现在的话呢 是很多机构 从这个比特币开始慢慢转向以太坊的一个过程 那我个人觉得呢 在以太坊之后 他们在找的下一个目标呢 有可能就是Cardano啊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在今年的话呢 他肯定会涨 但是呢 他的涨幅 我觉得在两三年后 或者是2024年 四年之后的话呢 肯定是有一波啊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啊 我个人觉得之后机构的话呢 可能会从以太坊去慢慢的转向Cardano 那很多人现在要问这个最关心的问题了 就说 哎 哈林 那你觉得今年的话 Cardano能涨到多少呢 你的预期是多少呢 个人的话呢 看到他们这个团队经常的在按时的在交作业 对吧 而且呢 我看一个币呢 其实我看的东西呢 都是一个叫MACAF's Law啊 之前我也在我的视频里面讲过 什么是MACAF's Law 就是说 这个币拥有的人越多 然后呢 持有的时间越长 地址越多 这个币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值空间 上次我讲了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增加的地址 和这个数量 还有这个增加的这个涨幅 非常非常像上一轮牛市的比特币 那我看了一下Cardano呢 它最近的涨幅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在这个牛市里面呢 Cardano的我预估啊 我预期 它应该差不多在到达7块钱左右啊 7块钱左右 现在的话呢 是1块多一点点 所以呢 涨幅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你对Cardano又有一点点深层的了解的话呢 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帮助到你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好吗 那我也想知道你们对Cardano怎么看 你们觉得Cardano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你是看好它还是不看好它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好吗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在下面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下次不再错过我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